《尋人記2》最新一集就說到 節目組是翻查80、90年代的一篇網後石爛文營 一派越南人的訪問片段入面 竟然意外感發現了有名廚寶哥的背影 於是就請了寶哥來親身確認一下片段入面的背影 是不是真是自己 寶哥見到片段自己都嚇倒了 順便解釋說當年自己六歲的時候 就跟隨父母由越南偷渡來香港 想當年好害怕好尷尬 自尊心受損和好自卑 剛入中學的時候 很多同學都很喜歡拿他來開玩笑 之後他就在網後石爛文營住了六年